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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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今天我要教的是不是圆自己的身体 圆阿弥陀佛的万丈光明的佛身的功德 所以请看幻灯片 阿弥陀佛有无量的光 我们昨天讲过香光普色愿 香代表界定真香 阿弥陀佛也会放无量的般若智慧光明 骗照十方法界 所以当你心很真诚地起真诚心 观想阿弥陀佛的时候 阿弥陀佛现在就会现前 就会现前在宽记念佛的 我们凡夫没有天眼 没有佛眼跟慧眼你看不到 但是真正的大菩萨呢 他有法眼跟慧眼的时候 他可以看到阿弥陀佛是降临 就在这个地方的 所以观想的重点是要以你 心圆阿弥陀佛的功德 昨天跟前天两天我教的是 让你圆自身的功德 今天第三天呢 会教圆佛身的功德 功德有很多种 圆佛的功德 眷属的功德 或极乐净土的功德 功德有无量无边 讲的最详细在观无量寿佛经 那现在把它归纳为三类 这观佛的功德 佛的功德里面有分总的功德 像这张一尊阿弥陀佛 一整整完整的整的佛像 这叫总像功德 也有别像 别像就是专门圆佛的脸部 或是他的 所以最有名的是 眉尖白豪像 这是释迦摩尼佛亲自在 观无量寿佛经里面教的 也在观佛三昧海经里面教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佛的功德是广大无边的 那我们应该选一个比较专注的点 那先就是脸部的两个眉毛的中间 是眉尖白豪像 佛有三十二项 每一项都是他多生多节修来的功德 佛的耳朵 鼻子嘴巴都有无量的功德 但在这里呢 你先不要观其他的 你先观两个眉毛的中间 听好不是观你自己的眉毛 你自己的眉毛是没什么功德的 你的眉毛呢 还翘翘的 可能海上面又流了很多汗水 现在要观想你头额的前方 有一尊阿弥陀佛的脸 大概像一层楼这么广大 然后观想阿弥陀佛的脸 的两个眉毛的中间 所以这叫眉尖白豪像 所以待会呢 待会静坐五分钟的时候 前两分钟先请你静坐 先看幻灯片 看幻灯片 然后你想这张阿弥陀佛的脸 佛的脸跟我们的脸是不一样的 佛呢是万德庄严 佛面犹如静满月 所以它的功德是很庄严的 不像呢我们有些人有酒窝 有些人没酒窝 有人是凹凸不平的 佛的脸是很圆满的 所以待会静坐的时候 你先看这张佛像 完了以后呢你就不看 然后就想 把心定在佛的两个眉毛中间 就这样子 好 在这个练习当中 有时候你心很宁静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阿弥陀佛的脸啊 就真的就在你面前 然后呢 你突然心会觉得很清凉 甚至你感觉阿弥陀佛的脸呢 就像透明一样 像立体的照片就会在你面前 很好 这表示你心专注了 这个方法对你产生的效果 但是呢你也不要去执着 你不要想阿弥陀佛一线前 赶快阿弥陀佛了 Hello 阿弥陀佛 How are you? Long time no see 急着就会跟他讲话 不需要 因为佛是由你的心而显现的 只是透过这个方法 会把你的心安住在大乘的念佛三昧 同时因为你想佛的这个脸 所以有佛功德的加持 在有一个脸友问到说 当我静坐念佛的时候 脚会发热 这是好的现象吗 其实没有什么好跟坏 你在静坐的时候 身体的能量自然就会 balance by itself 就身体会自然地平衡 四大地水火风 它会平衡 没有什么好跟坏 有时候你会觉得 哇 我现在做的 今天觉得很宁静 明天做一做 哎呀 整身呢 全部脚都冰凉的 冰跟冷跟热 都是经过的经验 不要去抓那些感觉 甚至有时候你念佛念佛 哎呀 发现 哎呀 怎么我整身 全身都是蚂蚁在咬我 一看 打开眼睛 其实也没有蚂蚁 那只是脚麻而已 你的幻觉 所以在禅观里面讲 静坐的时候会有八种 绝授 其实都不要管它 继续做 那只是呢 气跟能量在运转而已 代表你的身心 慢慢的四大在做成平衡 当你在观想的时候 你也不要去期盼说 我要很快地去看到 一个什么东西 不要有这样有所求的心 当你心很宁静的时候 佛像跟极乐净土 自然就会现前 你有所求的话呢 你反而是看不到极乐世界的 举一个例子 河流 你一个人跑在河流里面 跟着河流走 你就看不到河流的水怎么流动 对不对 你必须呢 离开河流在外面 在河流的旁边步道走 走的时候或跑步的时候 你往旁边看 你就可以看到河流的水在流动了 所以换句话说 当你在烦恼当中的时候 你是看不到佛的 你只有在心清静的时候 无所求的时候 佛他自然会现前 你可以发愿 但是不要急着一直要见佛 所以我常常讲 有愿而无心 有愿而无望照心 有愿而不要有急躁心 你可以发愿 阿弥陀佛让我今生看到你 让你加持我 我有广大的智慧 看过佛像的人 或看过阿弥陀佛的人呢 他对极乐世界会生起更广大的信心 将来也有往生净土的机会很高 但是问题是 你心若还没有专一 你就急着想要看佛 不是佛的问题 而是你这个急躁的心会着魔 什么是着魔呢 就会产生幻境 听到声音啦 还告诉你说 我晚上不用听四十八大愿 晚上有人专门来为我指点 那个都是幻境 还有看到颜色 或种种 那都是你的心崩得太紧了 你都是有所求 所以注意听 教各位禅观是有愿而不妄造心 不要有有愿而不要有希求心 你可以发愿 因为愿是正念 愿是从菩提心而来的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现在请看五十七页 昨天就已经把四十八大愿全部讲完了 今天开始讲三倍往生 第二十四 这是讲果 结果的果 再翻到六十二页 往生正音 是第二十五品 这是讲音 因为要介绍极乐世界 要先讲果 再告诉你音怎么修 大家知道了 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 非常非常的殊胜 可是接下来你要知道 那我真的升起了信愿心 要去极乐世界 那我要怎么修呢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所以请看幻灯片 第一个 昨天有强调过 今天我再强调重点 在你了解四十八大愿以后 你要常常发愿 不管你今天 每一天发愿都是什么 但是你要有加一条 愿一切众生皆成佛 在你要愿一切众生皆成佛里面 假如你要修极乐净土的话 你要发愿 愿我跟等虚空 无量无边的众生 早日正道无身法忍 而利益众生而成佛 无身法忍是指八地 不动地菩萨 看幻灯片 这张呢 就是莲花化身的 上品上身的 在家大菩萨 所以他就是正道 无身法忍的 昨天我讲经也说 观世音菩萨 听大悲咒的功德力 千光王进驻如来 教他一念顿超 跃到八地 所以念大悲咒 也可以见到八地 不动地菩萨 凡夫心念大悲咒 也可以正道八地 不动地 但是你被很精进地念 念十万遍大悲神咒 一百万遍 我一千万遍 昼夜精进地念 所以希望你要发愿 再讲一遍 愿我跟一切的众生 早正无身法忍 利益众生而早日成佛 这是很重要的 极乐净土的一个大愿 好 接下来看讲义 五十七页 第十三行 佛告阿南 十方世界诸天人民 岂有至心愿生彼国 凡有三倍 请把十方世界诸天人民 画起来 看幻灯片 佛告诉阿南 极乐世界不是只有为菩萨而设立的 有些经论 各位有兴趣 可以去看黄念祖老居士的著书 他非常的了不起 他绝对不是普通人 是成愿再来的大菩萨 他画了很多的著书 不惯修持 然后整理经论 写了无量寿经的著解 在台湾 或者在新加坡 我这本拿到的就是新加坡的版本 都广为流通 当然这里面是古汉文 是很深没有错 但是包含着很多很多 所有经论的重点跟整理 有些经论 有些其他法门的法师批评说 西方极乐世界只有菩萨能去的 我们凡夫是没份的 这样讲不对 看经文 佛告诉阿南 十方世界 所有的诸天人民 六道众生 都可以往生极乐净土 当然大菩萨 能够发愿去极乐世界 那表示他功德力很好 但是我昨天讲经有说过 普等三昧愿 定中供佛宴 大的菩萨 知道佛是无来无去的 十方佛国土 就在他的一念心当中 他有功德力可以去的 所以极乐世界是真正为六道轮回众生 而发的大愿 所以不要听别人乱乱讲 多读一些佛经吧 但要有至心愿生彼国 可以分为三类 好 看下面 经文里面有汉译跟无译 请看五十七页第十五行 汉译里面就告诉佛告阿异多菩萨 这个无量寿经很特别 他有两个当机众 生文众是阿难尊者 菩萨众就是弥勒菩萨 阿异多菩萨 所以弥勒菩萨将来在龙华三会的时候 五十七亿 五十六亿 对不起 讲太快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以后 在地球的印度 菩提家也视线成佛的时候 他也会讲无量寿经的 所以修弥勒法门的同修 请你不要轻易诽谤弥勒菩萨 更不要诽谤阿异多佛 因为弥勒菩萨将来会讲无量寿经 也会讲法华言经 也会讲法华经 因为尊贵的释迦牟尼佛 把很多教法红传的功德 是交给弥勒菩萨的 所以佛告诉阿异多就是弥勒菩萨 极乐世界的世间人民 若善男子善女人 发愿要往生 无量寿佛 清净佛国土 他翻译里面 请看幻灯片 有翻成 阿弥陀佛 国土 国者是讲化身佛 无量寿清净佛 是指报生佛 这两个有一点不同 那呢 凡是有三倍 三倍上中下 怎么分呢 我昨天说 其实极乐世界 是有无量无边的品味 为了利益这个世界的众生 释迦牟尼佛奖金 当然要把它归纳 所以三三得九 九品莲花 事实上极乐世界 是无量无边的品味莲花 可是在讲解经文里面 他必须分类 以人类能够接受的数字 这样子讲 他才比较能够 弘扬正法 所以他把它分为 上中下三倍 请看经文 做功德有大小的不同 辗转的不能相及 就说下倍往生的人 比不上中倍 中倍比不上上倍 所以他有分三倍 那这三倍往生呢 那简单说 注意听 下倍往生的人 是你造了很多恶业 而临终忏悔 往生极乐净土的 或者说你从来 没有听过佛法 因为你多深的善根 临命中前 才听到师父 或善知识莲友 为你开示 极乐净土法门 这个是下倍往生的 上倍往生的呢 要发广大的菩提心 及广大的功德 他才能够去极乐世界 那功德力很大 所以以各位来说 假如我们往生的话 大部分的是 中倍往生居多 除非你非常的精进 非常的用功 发大愿 不论在家出家 度很多很多很多的众生 然后呢 你是上倍往生的 所以在座各位联友 我可以跟你说 大约而说 英文讲 Journalist Speaking 我们这样子人去的呢 大部分都是中倍往生的 你不太会是下倍往生 除非你造很多的重罪 恶业 所以上中下三倍 就是这样分 第二个 分的方法 还有发他广大的心量 你的心量 如果是越广大的话 举个例子好了 你只发愿说 我只渡新加坡的人 那我告诉你 你绝对是下倍往生的 那个相量太小了吧 全世界的那有多少的国家 那你说师父 那我要度一个地球的众生 还是很小 还是下面 你要度恒河系的众生 那你可能就是中等 中倍往生 假如我发愿 近虚空 无量无边的世界 我都要发愿度他成佛 那你绝对是上倍往生的 所以你的心量很重要 心量 那有人会问我 师父我们发愿 众生无边 是愿度 可能吗 答案可能 重点是 你现在发愿是呢 有一个正确的方向 叫right direction 正确的方向 比如说我们在发 四弘誓愿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段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在大乘佛法里面 你只要受菩萨界 一定会念这三句 而且要重复念四句 要念三遍 你现在发愿是一个很殊胜的因缘 但并不代表说 你今天发愿了 明天你就度终身 后天就成佛 没那么快 你连你自己都度不了你自己呀 但是你还要发愿 为什么呢 你不发愿是绝对不会做佛的 所以愿心就像什么呢 点一盏灯 你看你点一盏灯 再怎么样呢 一千年的黑暗的房间里面 有一盏灯啊 一灯能破千年暗 再举一个例子 对不对 像南极跟北极的冰山 假如太阳出来的话 虽然它冰山是好几百万年啊 或好是一年啊 比地球还没有形成之前的冰河时代 但是做太阳光一照的时候 冰山就开始会融化了 所以发菩提心绝对有广大的功德 所以上中下三倍是这样说分的 第三个解决的分类的方法是什么呢 刚才讲第二类是发菩提心心量的大小 第一类是基的功德大小 第二类呢 发菩提心的大小 第三类呢 是你心中断正功夫 断烦恼的深浅 假如你修持心越清净的话 你的品位就越高 莲花就会越大 假如你执着很深 忧虑牵挂 越多的人呢 那你的品位就越低 就是品位越差 有人问过我 西方极乐信徒直持名号 请问是不是一种执着 那要看你怎么解释 从世俗的角度来讲 它是执着 没错 可是从圣意地角度来讲 它没有执着 跟不执着的关系 因为我们凡夫都执着很多 执着家里 执着先生 执着太太 执着工作 对 你叫你不执着 老实说 除非你是成愿再来的菩萨 或是善根很深厚 纵使你念金刚经的话 我看了 与我的观察 很多人还是很执着的 非常的固执 人像 我像 众生像 受者像 都很重的 所以可见 你要不执着 很不容易 那现在就告诉你 不要执世间坏的 转过来 想好的 所以这个叫善法欲 假如没有欲望的话 那我问你 石头不是没有欲望吗 你看我现在敲的桌子 不是它没有欲望吗 它生生世世都不会佛的 不会成佛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consciousness 没有念头 所以凡夫 不可能完全不执着 所以现在叫你转过来 支持阿弥陀佛的名号 这是一个方便 举一个例子 就从新加坡 要印度尼西亚 你要搭ferry 要搭渡船 对不对 你一定要搭船 过了船了以后 你到了印度尼西亚 请问 你当然下了船吧 你怎么会这么笨 对不对 自己把那个船 扛在肩膀上 在沙滩上跑吧 你已经船 所以 直识名号的辟域 直识名号的辟域 就像你搭一艘船 就像搭飞机 你一定会是执着的 因为你生生世世执着 所以才会轮回 现在佛告诉你 不要执着世间的 转过来 执着佛的名号 执着佛的功德 像我们刚才教你观想 你说算不算执着呢 严格说可以算 但是你没有执着的话 你心更散乱的 你是没办法证悟 立刻就证入 缘起信空的 你要有一些方法 慢慢调悟 调伏你的心 等到你到了极乐世界的时候 这佛号 你的的确确就可以放下 阿弥陀佛会教你 摩赫般若波罗蜜 所以你不用紧张 这个呢 我也不用操心 这个不是我的工作 就交给阿弥陀佛 对 因为般若的道理是很深的 所以 不要呢 用一句不执着 就把所有的佛法给否定 那你这样会棒正法 也会棒因果 也会棒因缘果报的 这一点很重要 好 请看下面的经文 好 先看一下幻灯片 所以凡是往生的人呢 都会从七宝池 八宫得水等中的莲花而显现 注意看这张幻灯片 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说 中间的叫做如意宝珠 如意宝珠是满众生的愿 所以七宝池里面有如意宝珠 如意宝珠有喷出十四支的水柱 好 那现在 假如你在禅修当中 你看到了如意宝珠 可是它是十三条或十二条的话 那就代表幻境 你在定中所见到的境界 一定会跟释迦摩尼佛讲的经文一样 因为佛是骗一切智 佛是证悟的圣者 他讲的极乐世界形容词 不是形容词而已 而是真实的描述 如意宝珠会喷出十四支的水柱出来 这个是你判断的一个标准 否则在禅修当中 你很多东西境界 你没办法判断是真跟假 对不对 所以经是很重要的 一般的众生 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呢 都一定会有莲花化生 在这里看 右下角你有看到出家种比丘 他也是上辈往生 他持戒念佛而去的 好 再看如意宝珠旁边有两个小朋友 我上次说过 小朋友是方便说 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小朋友的 那你会说 师父为什么他们这么化呢 因为极乐净土化的是要 度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的 所以他有两个意思 第一还没有往生之前的身份 比如说没有往生之前 比方说我是一个比丘 出家比丘 那我断气的话 我的概念里面 我是一位男重 我是披着袈裟往生 所以我一往生的时候 我的记忆里面 我就是一个出家受菩萨界的比丘 那有些小朋友很不幸 业力显现 虽然是小朋友 结果他断气了很早 但是他有善根去极乐世界 所以他去了极乐世界的时候 他是小朋友的记忆 有些是声闻人 声闻 原觉 听到大乘的经典 而发菩提心 也去极乐世界 比方说谁 阿南尊者 阿南尊者在无量寿经里面 他就是第一个发愿 去极乐世界的人 所以阿南尊者 现在的化身 也在西方极乐净土 所以他是比丘生 所以这个是 讲的是你往生前的身份 到了极乐世界呢 每一个都是三十二项 八十种好的 好 这一章里面 我还要解释的另一意 是告诉你说 在西方极乐世界 空间分为三等 第一个下背众生的呢 有些在边地遗城里面 是连包花包着的 因为他怀疑 他对极乐世界呢 不太深信 人家说念佛 待会又跑到另外一个法门去 回来念一念 结果呢 加减念呢 他还是去了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以后 他对阿弥陀佛还是产生怀疑 所以他还在连包里 所以看 这张图里面 底下就有两三个连包 是没有开的 这里面有众生 这个叫下背众生 那如果中背的众生呢 就可以在阿弥陀佛 旁边的宫殿里居住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住的场所 阿弥陀佛西方三圣 也会在不同的楼阁讲堂 为你千百亿化身讲经 这是中等众生 上等的众生呢 他会飞在天空里 待会我们经文会讲到 好 请看中背众生 请看这张 这张阿弥陀佛 右边观音跟世智 他就是做的 你看他旁边有无量的眷属 有菩萨众 有僧文众 讲僧文众还是方便说 事实上他全部呢 都是菩萨众 因为极乐世界都要发菩提心 才能去的 待会我会讲什么叫菩提心 就算他是僧文人 他还是要发大称 回小向大的菩提心 才能够取极乐世界 这是中辈往生的 上辈往生的呢 就会在天空里 好 请看经文 请看五十七页 第二十一行 其上辈者 舍家弃欲而作沙门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阿弥陀佛 修诸功德 愿生彼国 请看幻灯片 那这里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我要讲 光上辈往生 这个上辈往生 我可能就要讲一天 不过我尽量精简讲 管再这样讲下去 可能讲不完 又要住在新加坡了 阿弥陀佛 好 请看 舍家弃欲 舍离家 而要离开 家人的牵挂 跟男女的欲望 而作出家中 那现在第一个问题 你就问 哎呀 师父 糟糕了 我们没份了 我们听经的 全部都是在家中啊 那我可能就没有 上辈往生了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待会我会解释 接下来三上中下三辈的人 都要共同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顿号阿弥陀佛 你第一个要发菩提心 待会我会讲菩提心 尤其很多老菩萨 要特别注意听 很多老菩萨是没有发菩提心 就念佛的 很好 但是我很担心你 你可能去不了极乐世界 因为你嘴巴念 假如嘴巴念阿弥陀佛 就能往生极乐世界 那念佛机不是24小时 都长翅膀了吗 都飞到极乐世界去了 所以关键是要发菩提心 接下来一向专念 这个有很多的辩论 包含专修专宏 可是一向专念 注意听 就是简单的讲 要引一个方向去 简单讲 我后面会详细讲 因为现在我在讲经文 举一个例子 新加坡 举这个新加坡例子最好了 我们现在 对不对 在Novena MRT 大概在中间的上面一点 新加坡的动物园在哪里 北边 Singapore Ru 在新加坡的地图北边 机场呢 大概东边跟东南角的机场 Airport 假如你现在发心说 好 我要去机场 接我的朋友 我送你的家人去机场 结果呢 你开车啊 你就不看地图 你就往北边一直开开开开开 你开到最后 就开到马来西亚去了 是不是 因为你方向错了 你很认真开啊 可是呢 你不会到机场 为什么呢 因为一开始 你东西南北就搞错了 所以讲一向专念 是讲你的方向 所有修持的是要 回向求生极乐世界而成佛 这叫一向专念的广义解释 当然念阿弥陀佛 包含他念他的名号 包含呢 观想他的佛的万德庄严的功德 修很多的方法 都可以求生极乐世界的 所以下面看 修诸功德 愿生彼国 所以修诸功德 愿生彼国的话 就包含你念其他的经文 也都是修诸功德 比方说念法华经 华元经 金刚经 地藏经 这都是修诸功德 也都能够发愿求生彼国的 所以理解经文 要完整正确一点 好 请看 汉译佛言 何等为三倍呢 最上的第一倍 是应该舍离家 为什么要舍离家 家有两个牵挂 第一个男女的牵挂 第二金钱的牵挂 为什么出家修行 会比在家殊胜呢 那是因为出家人 也离了家的牵挂 没有你爱我啊 我爱你啊 这样生生世世纠缠不清 假如他守严格的身文律 或是菩萨界的话 他必须单身的 所以 家代表男女的牵绊 所以 牵挂 牵挂 不要牵挂 顾 牵手 牵手 不要牵太紧啊 走的时候你会很痛苦的 对不对 第二个 在家人要住 要有房子 要有生活 所以你为工作呢 你就会常常 操心什么呢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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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money 对不对 我听说新加坡很多人念 all money pay me home 不这样念 all money come to my home 所有的钱都到我家 那我想 观世音菩萨一定会非常生气的 因为六字大明洲 不是这么简单 只是讲钱 六字大明洲 可以录六道众生而成佛的 不是 all money come to my home all money pay me home 不是all money come to my home 所以可见家象征的两个很大的执着 金钱跟男女的欲望 所以出家的书圣就在这里 去家 舍离妻子 断你心中的爱欲 行坐清净的沙门 就无为道 修无为道 然后呢 当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而且要行六度波罗蜜 水上被往生的人这里 好 现在先看 我们来先解决一个一个 我先经文讲到这一段 后面还有啊 请看 欢灯片 这些往生正因 先讲发菩提心 什么叫菩提心呢 请看 以显教跟密教 有不同的解释 显教里面呢 以观无量寿佛经 释迦摩尼佛为伟提西夫人 她说 当你发愿要求生 西方极乐世界的话呢 你要发菩提心 什么是菩提心呢 第一个 制成心 第二个 身心 第三个 回向发愿心 这是释迦摩尼佛 亲自对 韦提西夫人 跟五百位宫女说 什么是菩提心的定义 注意听 这是佛亲口说的 这跟西藏的解释 有一点不同 我待会会讲 西藏入菩萨行论 先讲 观无量寿佛 第一个 真诚心 制成心 制成心呢 怎么讲 表里很如一 而不是呢 表面说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要去极乐世界 那突然今天 阿弥陀佛现前的时候 你说 我不要去哦 我还这么早去干嘛 我还有孙子 我还有儿女 我还有财产 这个世界呢 还有很多国家 没有去玩 你真的会想去吗 我调查一下 假如今天讲完今晚 晚上阿弥陀佛就来见你 你就想走的请举手 确定哦 这边有录影哦 好 手放下 我想我可能还不能走 因为没讲完 我会跟阿弥陀佛说 等我讲完了 我就走 真的 所以这个测试是什么 我们真的能够放得下家吗 放得下吗 有时候放得下 不是嘴巴讲讲的 说你表里要如一 所以要真诚的心 一般人最不放不下 什么呢 我上次讲座有讲 就是请你拿一张纸 来 各位写 我在海音谷寺有讲过 你现在如果要断气的话 请你写 一二三四五 你最放不下什么 上个part one的时候 我有叫你们做 part two有新的同学 请你也要去做 真的要想一想 我现在如果断气 我最想放不下什么 有人告诉我 师父说 师父我最放不下南海鸡饭 有人会说 师父我最放不下呢 我银行里面的那么多 那么多 那么多的钱 因为密码只有我自己知道 那怎么办 写遗嘱啊 所以 真诚心很不容易 真诚啊 表里要很真 就是说你讲去极乐世界 是说 当我生命结束的时候 我哪里都不去 我真的就想去极乐世界 继续修行 举个例子 就像你确定 今天假如你有假期 你确定要去埃及 Egypt 去旅行 当你有钱的时候 你哪里全世界都不会想去 你就一定定 新加坡飞往 欧洲 欧洲 阿姆斯特丹 再转机到 埃及开罗的飞机嘛 这就表示你真的想去嘛 是不是呢 所以真诚心要很重要 听好 我前面讲经过 阿弥陀佛跟西方极乐 连池 海会 佛菩萨 对每一个众生的念头 都是清清楚楚 所以其实你骗不了阿弥陀佛的 有些连友会说 师父我很想去啊 对不对 怎么阿弥陀佛还没有来 我说你手上传戒这么多颗 你会真想去吗 别假啦 师父的功力还是很深厚的啊 对不对 这边三四颗 那边两三颗 跟他讲话的时候 都要这样子一下 你会真想去啊 I doubt it Sorry 第二个 身心 身心就是 真正身心呢 我是生死轮回的凡夫 在无量节来呢 真的头出头没 轮回真的很苦 第二 身心阿弥陀佛啊 真正的大慈大悲 四十八大愿 佛从来没有打过妄语 舍弃任何一个众生过 这个才叫身心 我再讲一遍 两个意思 一 身心自己是众生 轮回是很苦 第二 身心阿弥陀佛 四十八大愿 从来没有放弃任何一个众生过 佛不打妄语 这样子你才叫做 你相信的心啊 一直生生生到大海里 这叫身心 坚固不动 第三个 要回向发愿心 就是把你所有的功德 发愿回向求生极乐世界 我想这个呢 我们每一天在讲经的时候 我们都做到了 回向发愿心 我只能简单这样讲 各位有兴趣请看 《观无量寿佛经》的注解 或黄念族老居士 无量寿经的注解 再看下面 密教怎么解释 菩提心 以入菩萨行来说 分为两类 第一个叫愿菩提心 第二个叫行菩提心 曾经有人波切呢 或拉玛跟我讲说 你讲的菩提心 不太正确 我说对 错 我讲的是 《观无量寿佛经》的 菩提心 这是释迦牟尼佛亲口 所说的 所以听好 显密应该交流 而不是相互诽谤 不是说大秤 批判金刚秤 金刚秤呢 误解大秤 不可以这样 当然依 极天菩萨的 入菩萨行论 他解释 菩提心会分为两种 第一个叫愿菩提心 就是我希望 或是祈愿 音乐叫wish ambition 我希望帮助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而成佛 你常常生起这样的愿心 跟观想 这叫愿菩提心 注意听 这是一切的众生 第二个 那我每天只是坐在这边 然后我只是观想 我希望一切的众生 看这里 我每天坐在这里 我希望一切的众生 都有好工作 你想 这样有用吗 有人就会摇头了 有人觉得点头 听好 发愿的目的是在 转化你自己的心 的确有用 可是这样子 光有愿 光有wish 还不够 你要伸出你的双手 真正有具体的行动 所以下面叫 行菩提心 行菩提心 代表实践的意思 action 具体行动 action or engagement 这两个都需要 这样子才叫完整的菩提心 所以你要想 好 现在来讲极乐净土 老菩萨要注意听 我去极乐世界 是什么兴趣的呢 我讲几个例子给你们听 一 有人是老公跟老婆吵架了 我都不要理你了 我搬出去吧 我将来就去极乐世界了 他什么 搬家的心 他根本不是菩提心 去极乐世界的 对不对 还有一种 第二类是有些人 他一生很苦 从小就被欺负 很苦命 要做工 要做 走到哪里都被他欺负 这个轮回实在太苦了 听到有极乐世界 哎 不错了 那我就自己跑一个人跑去 其实这个也不是菩提心 你是躲避的心 第三个 有些人呢 会觉得 哎呀 现在工作不景气啊 对不对 那很难生活啊 对不对 走到哪里都很不好工作啊 那怎么办 哦 听说极乐世界 微风吹动七宝行数 什么东西 想什么就什么 好 那我去极乐世界吧 这是什么 占便宜的心 所以去极乐世界 这样的人是去不了的 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 万德庄严 广度众生的佛国土 你要升起 我真正要去极乐世界啊 是想成佛的心 刚开始 当然你可能会碰到苦 而想到 哎呀 这个时间哦 就像过客一样 举个例子 像我就真实感觉这样 我每一年都出国四五次 有时候去印度 有时候去尼泊尔 有时候来新加坡 有时候去马来西亚 有时候呢 又回台湾 我真的觉得没有一个地方 是我家耶 师父是跟你讲真话 我不是跟你炫耀说 师父修得很好 所以我真正感觉 没有一个地方是我的家 像梦一样 那各位呢 不太容易体会 因为你们都是住的 新加坡最好的政府组屋 所以 下了班就想回家 对不对 那假如呢 现在你下了班 回到家以后 你家被搬了 你会怎么办 你会想 太好了 我就布施给众生吗 不会 你一定呢 是告新加坡的政府的 所以可见呢 我们对家的执着 是很深的 这个执着的内在的心 就是障碍你不能去极乐世界的根源 所以去极乐世界 老菩萨要注意听 当你觉得很苦 你要看一看别人 比你更苦 我举一个例子 生病 对面就是医院 我们生病的时候很痛苦 没有错 病是你的业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假如你到了医院里 住了家户病房 你看看旁边躺着 阿公 阿嬷 有些昏迷的植物人 很多人比你更苦 所以那时候苦的时候 是很痛苦 没有错 你自己也苦 也生病了 进了医院 但注意听 把苦而转为大悲心 与菩提心 这时候因为你看到 很多众生很苦很苦 你就会生气 我发愿 我将来要帮助 很多很多的众生 也让他们离苦得乐 听好 这个就是菩提心了 听懂吗 所以老菩萨们 我们念佛念佛去 不是说 我忍啊忍啊 拍名不要紧 后来我就好名 然后我就念 你这样是去不了极乐世界的 我真是跟你讲 是真话 辛弘师讲佛法 不骗你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心弄错了 就像什么呢 再举一个例子 你现在肚子很饿 突然想煮饭 电锅 结果家里没有米 跑到那公园里 拿了一把沙 你拼命地用电锅煮 你一直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饭打开 一打开都不是饭 为什么 因为你头上派起 刚才就拿错了沙 知道吗 你误把沙成为饭 当米去煮 所以你煮得很认真 百千万劫的一直煮 还是不会成饭 所以菩提心是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老菩萨们跟各位联友 应该想一想 我为什么去极乐世界呢 我是用什么心去极乐世界 然后注意听 刚才举医院的例子 我还没讲完 所以因为痛苦 你过去的业与烦恼 让你现在很痛苦 可是因为你听闻到佛法 法的功德力 就把痛苦转为大悲心 跟菩提心 了解吗 所以去医院住一次 是有价值的 对呀 不然你付了这么多钱 医药费去那边干什么 这是真的 师父现在教你修佛法就是这样 你本来是逃避苦 可是现在你的业生起烦恼了 业与烦恼显现 你一定会生病 当你感冒的时候 刷刷的时候 你想什么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让我病赶快好 你有没有想到 近虚空骗法界 现在我跟你讲经的 这一秒钟 注意看 全部全世界的太平间 都有人断气了 就现在我跟你讲经的 这一秒钟 多少的众生 都在轮回里 继续轮回 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所以我们生不起大悲心 为什么 死的都不是我们家的 死的都跟我没有关系 假如现在你听见 你看到简讯 你家人往生的话 你一定立刻冲出去的 所以可见呢 我们在医院里面 医院为什么叫做是道场 因为它是让众生解决 生老病死痛苦的地方 第二个 它可以让你生起大悲心的地方 它可以让你积聚 无量菩提心功德的地方 所以心很重要 那所以我们现在转痛苦而成为大悲心跟菩提心 这就是功德了 所以那你这个苦呢 就会很有意义跟价值 了解吗 该瘦的东西还是要瘦 好 接下来 再举一个例子 逆境 公司的呢 同事就一直喜欢讲你的八卦 然后老板呢 就故意丢很难的project的计划来 来叼你的麻烦 很好啊 让你生起出离心啊 生起呢 觉得这个世界呢 没有一样东西你可以抓得住的啊 甚至你也会呢 生起慈悲心 就看到 看到同事讲八卦 你就会提醒自己 哎呀 我不要造口业 那时候是不是他也对你产生了功德了呢 那看到老板这样欺负你 你就会想将来我做好老板的话 我一定要好好照顾员工 那是不是你也要感谢坏的老板来欺负你呢 所以换句话说 贪嗔痴的境界来的时候 真的很苦 真的很苦 可是你要有佛法把它转变 转变以后 你反而会感谢贪嗔痴这些境界 让你生起菩提心跟大悲心 好 请看下面换灯片 很重要啊 所以请看 菩提心有两种内涵 刚讲愿菩提心 就有那个希望与祈愿 行菩提心是有具体的行动 那菩提心有什么呢 有two major focuses 第一个一切的众生 所以你在医院里面想着不但是你很苦啊 有一天你也会老啊 你知道吗 真正你心中有佛法的时候 你看到众生也会为你说法 我举我两个例子给你听好了 我不要讲你们的例子 免得你会说 哎呀 师父又不知道暗示什么了 有时候多一根筋 举个例子 我有时候在台湾的MRT看到小朋友 在新加坡做MRT 我看到小朋友 有很好的爸爸妈妈照顾他的时候 我都会很感动 为什么 这个孩子好有福报 so cute 你看爸爸妈妈穷尽一身的 就让他吃好的穿的好的 然后我就想到什么 我小的时候 我小的时候也长得很cute 很多众生很喜欢我的啦 我的家人都很喜欢我 但是听我妈妈说我很爱哭 我不知道为什么 大概比较会塞呐吧 我不知道 所以我看到他的时候 我想到你看 我小的时候 我的妈妈也是这样照顾过我 我的妈妈的功德浩瀚无边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到 天下的妈妈都是这样啊 真的妈妈很伟大 爸爸也很伟大 所以那时候你的生起 爸爸妈妈的功德啊 就等同佛的功德 你有没有发现 小的时候都是你很小小的 你就知道 妈咪 wait for me 就是呢 你等爸爸妈妈来牵着你 对不对 慢慢呢 小的时候你慢慢长大了 然后爸爸妈妈呢 越来越老 都孤了 换谁牵谁啊 你要牵你的爸爸妈妈 你不要嫌老妈妈 你怎么这么老啊 讲快点嘛 真是讨厌 流口水 小时候他牵你啊 你现在你为什么不牵他呢 所以佛常常说 供养父母的功德 等于共同佛的功德 所以我看到小朋友的时候 我觉得小朋友的那一幕 也会为我说法 小朋友是很有善根的 所以我甚至看到小朋友 会上佛堂啊 我是很高兴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二十岁才听到佛法 二十岁以前呢 我是一个好人 但在世间那样 勃勃修 我从来没有人知道 告诉我 什么叫普门品 或是普贤行愿品 没人教我啊 我们乡下只有拜观音娘娘啊 观音菩萨是菩萨 是娘娘啊 我也搞不清楚啊 就每天拜啊 所以我并没有人告诉我佛法 那什么 那是我的业 我一直到二十岁才听到佛法 那你看有小朋友 连五岁跟六岁 他就能拜佛 我告诉你 你要顶礼他 他比你有善根的 所以你看 小朋友就会为你说法 好 另外一个是 老人也会为你说法 老人你看到他 对不对 我不要介意 我只是分析而已 我没有批评这个国家 我在新加坡做MRT 我觉得新加坡的年轻人 没什么礼貌 在台湾呢 我们就会呢 会让给老人做 让给孕妇做 我当然也看到你们 现在有鼓励推唱 叫Pi-O-R-D-S-E-T 就是让给孕妇 残障跟老人 然后呢 还有需要的病痛的人 有一次呢 我坐的是MRT在台湾 然后呢 就明明是一个老人的座位 然后呢 一个年轻人上来 补完席就坐在那边 大家就看他 三个老人在他面前 然后呢 有一个年轻人就跟他说 小弟弟 小弟弟 你坐好位置呢 不让 起来吧 让你前面的老人家坐 他说 干嘛 你自己不会坐计程车啊 对不对 我补习很累的 就睡觉了 那时候我觉得 我的心很痛 我觉得你看 他没有想到自己也会老 了解吗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老 让给别人的时候 孕妇 不是那不甘心做 而是我要生起 我要让众生 离苦得乐 你现在不方便做 我给你做 这个才叫菩提心 希望众生 离苦得乐 好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 又再说 有太多的问题 我看你们 然后呢 请问 下面一个 要帮助一切众生 有无上的佛果 我们发菩提心的对劲 要帮 尽虚空 骗法界 十方三世 一切的众生 希望他离苦得乐 每一个人都很痛苦的 在轮回里面呢 尤其人间 苦乐参半 而现在人夜的显现 苦会比你乐多 纵使你的乐呢 只是暂时的 第二个 那请问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就是菩提心吗 答案不是 举个例子 假如建医院 就是菩提心的话 全世界基督教 天主教 建的医院 最多了 甚至有人问过我 那说 Mother Teresa 可能不只能成佛呢 答案是告诉你 不可能 因为她不知道 什么是菩提心 印度的Mother Teresa 是很了不起的 这个 修女 我非常赞叹她 我看她的电影 我也会很感动 但是呢 她会来生做 大犯天王 她相信上帝 可是呢 她帮助众生 很好 为什么呢 因为她不是 发的菩提心 她是慈爱的心 慈悲的心 所以你要弄清楚 什么是菩提心 但是假如你有菩提心 今天我去做医疗中心 我做这个医院 我去做教育 我告诉你 那那个就是 菩提心的菩萨业 为什么呢 请看幻灯片 还有第二个条件 叫无上佛果 就 The Ultimate Buddhahood 希望帮助一切众生呢 要福慧圆满 而且要了悟心性 他要修福修慧 而且要透过 界定会修持 而证悟到 你的心就是佛 佛就是心 心跟佛跟众生 是没有差别的 这个是基督教没有的 所以你不要认为 一直做善事 就是菩提心 其实做善事 是善心而已 他会来生 生到三善道 你没有起恶心 很好 但是善心 不是菩提心 善心是将来 会生到天界 跟人间而已 菩提心是 真正要知道 一切的众生 我要帮他离苦得乐 注意是一切众生 就包含天上飞的 地上爬的 吃里游的 水中跳的 包含看得到的 跟看不到的 所以佛教才可以 度幽民界众生 举一个例子 对不起 我用基督教做比喻 希望在座有基督教 连有也不要介意 我只是分析 我没有不恭敬上帝 基督教里面 只有三度空间 第一个 人间 下面是地狱 上面就是天堂 那请问动物呢 你问他 他说是上帝 创造来给我们吃的 错 佛教里面 动物是狗跟人 狗是由人头胎去的 所以狗跟蟑螂 马语 他们是有佛性的 基督教就没有办法度狗吧 更没有办法度幽民界众生吧 基督教遇到demon来 或ghost来 就是against 就希望他们走 佛教认为狗跟幽民界众生 他也有佛性啊 也可以成佛的 所以是完全不同的想法 各位听懂吗 所以听好 谁们叫完整的菩提心呢 注意听 我发愿要让一切的众生 离苦得乐 也发愿一切的众生 让他证悟无上的佛果 这个才叫圆满的完整菩提心 还是